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今天我們又出外景囉 我們來到了是一個學長區的特調 非常厲害的咖啡店 叫做某咖啡 那我們歡迎某咖啡老闆 太虹 哈囉 大家晚安 謝謝學長 謝謝學長介紹 那某咖啡呢 是一家只有20個吧台做的咖啡 那我們希望能夠用吧台的服務呢 來跟消費者拉近距離 然後能夠更近距離 去享受一下咖啡的風味 那我們今天呢 在某咖啡我們要有兩個任務 一個呢是我們要來開箱這個 泰磨的 Espresso專用磨豆機 我們來試試看 它能不能符合商用機的這個功率 然後能不能做出好喝Espresso 然後還有第二個是大家可能會更期待 就是我們待會要請某咖啡來為我們示範一個 在家裡面也可以很簡單做的特調飲品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 我們今天進程 那我們先確認一下參數 我們今天用的豆子是 Visopia的阿芭桑水洗 淺焙 淺焙的豆子 淺焙豆 所以這個挑戰會更難 因為我們都知道 義式專用豆會比較簡單 但是如果是淺焙豆會難度再高一點 OK那我第一把呢 我先用它的標準的 建議的研磨度是18格 我已經挑到18格了 如果我們還不行的話 我們再往下挑 OK好 好 那我們來順便來測試一下 它的時間 然後我們使用的豆子是16克 16克 好 16克 你摸看看它的手感 對 好 然後現在是義式裡面比較細的 喔 蠻紮實的 喔 果然是義式豆 比較硬 但是OK 我們看一下 大概要多少秒數 喔 這已經是我 應該是玩義式很少用到這麼硬的豆子 你有在練嗎 對 稍微 稍微 對 要不然的話如果是一般的手磨的話 可能會磨不動 而且我已經把那個研磨度調到 比較 比較最細的 目前建議的研磨度是比較偏細的 好 磨完了 40秒左右 40秒 對 我覺得 欸 以前沒到的動 的吃力來說是比較吃力 對 但是 研磨度速度非常的好 喔 估計太細 太細嗎 你試試看 你試試看 太細 太細對不對 所以我們待會下一把可以再輕鬆一點 因為前焙豆一般來說我們要磨細一點點 因為它的比較不吃水 這10把齁 可能我們第一把 OK Ready OK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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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認一下我現在調到21了 好 對 剩好多 輕鬆很多 有感覺 有感覺 18來說確實 真的太細了 可能 用濃縮來說 也不是太適合 差不多 差不多了 是不是 21 那我們就再一次 21 好 一樣是16克的淺焙伊索比亞 順太多了 濃縮來說 手感還是蠻紮實的 舒服 真的 手感很好 而且沒有那種吃不到豆的感覺 吃豆 有 36秒 37秒 好 第二把 不太卡分 一點點 平常你大概幾秒會完成 30秒 30秒 我們先算是暴力測試 因為如果用義式的中和豆 焙度比較深的話也比較簡單 難度會低 蠻多的 百分之二 你要來 十分待十分 很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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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準準 32秒 32秒 好 這是剛剛做的這一把淺焙的喔 冰碼還是蠻完整的 然後是32秒吧 32秒 OK 好 我們來喝一下吧 還可以再出喔 還可以 還可以再出 而且剛剛脆後面一點都可以 是喔 你覺得要再出還是行 喝起來 可以其實還也可以再細一點點 再細一個 因為我喝起來覺得 跟剛剛我之前用你的機器喝的時候 比較起來還是有點差異 還是有 對 還是有點差異 然後滿足稍微 再調細一點點 再細一個 可能會更豐富 好 那我們這一把調到20 好 1 2 3 4 6 6 17 48 49 20 一樣是16顆 我們參數都做一樣 然後這個過程其實就跟各位 如果你在家裡做那個 異式的也是一樣的狀態 OK 這是20 大約就是 應該 濃縮的研磨度 就是在30秒 40秒之間 對 然後你的豆子越淺 當然會稍微吃力一點 如果你的豆子呢 是 異式專用豆的話 其實就滿輕鬆的 所以豆子的硬度還會比較長 那你在轉的時候呢 它的整個吃豆子的感受度 是吃了滿多豆子的 所以會比較緊 但它的效率也因為這樣會稍微高一點 喔 完成 好 39秒 39秒的時間 就差不多 就是18到21 大概就是30秒 10秒之間 效率很高 來 給你 其實 這支磨的極限性應該 還可以 很多可以玩 因為它的可調細度 我覺得滿優秀 因為這種手磨 要磨到很細 是比較難點 因為超多 嗯 跟你平常店裡面感覺 比較接近 好 皮膚吧 嗯 但是 看顏色其實 嗯 比剛剛多 5秒 3把完成了 這是 30 35 36 OK好 來喝一下 香氣 比剛剛前一把好滿多的 喔 酸甜脂都出來了 滿像的 滿像 滿飽滿的 滿符合你店裡面 這支豆子的需求 滿厲害的 對啊 其實以手磨來說 覺得算 OK 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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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它還算是 有一點不費力的 像C40之類的 這種高階手磨 其實他們不是設計 專門給E4來做的話 它的費力程度 可能是這個兩三倍 會更累 所以它還是設計上面 我覺得 還是滿合理的 那最後呢 因為我們還有第二個環節 就是要請太虹幫我們做一個 居家版的特條 特條 OK 沒有 煮多點 煮多點 很美味 好吃 好吃 今天會教大家盡量使用家裡可以有的素材 來做一些比較簡單的特色咖啡 我們今天只要準備蜂蜜 濃縮跟打一點點鮮奶油 我們來做一個比較家禽可以使用的咖啡 這邊有裝一點點冰塊 只要把剛剛脆的麟糕倒進去 喝了什麼 這樣多少毫米 大概17毫米 按照剛剛那樣喝的濃度的感覺 適量17 17吋17克油就可以了 shake shake 濃縮一下蜂蜜shake 我們就是前段會感覺到 Creamer的香氣然後很豐富 嗯 因為你經過shake 對 點點鮮奶油 因為我個人不要讓它太滿 從中間往下倒掉 濁亮 OK 完成了 完成 等一下因為密度的時候它會有三層顏色 一樣看不看得到 有咖啡跟泡沫 然後中間一直白色 鮮奶油會在中間就對了 所以你中間下去以後鮮奶油會附在中間 上面是血河的泡沫 對 然後下面會是咖啡 所以你第一口會喝到那個比較有Creamer的咖啡風味 然後中間你會嘗到一點點鮮奶油 然後下面又是冰咬過的紅醋 OK 好 來試喝一下 喔 看得到出三層 喔 簡單好喝耶 因為那個Creamer的部分除了咖啡味一彎 也有那個蜂蜜 香氣 香氣會噴出來 其實香氣真的很好耶 對 然後入口的時候那個鮮奶油 會有兩種泡泡的感覺 有一個是那個Shake的泡泡 第二種是現代的泡泡 喔 真的蠻簡單的耶 很簡單 然後就希望大家可以在家裡簡單製作 簡單享用 然後讓咖啡可以走進你真正的生活 麻煩你明天放到你的菜盤裡面 沒有名字是咖啡 如果要過來喝這杯的話 就跟他就說是尋找YouTuber裡面的那一杯 真的蠻好喝的蠻厲害的 OK 那我們今天喜歡開箱就到這邊為止囉 那我們再次謝謝我們咖啡的太宏 好 下次見 掰掰